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两个人在结完婚之后的半年内都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然后婆婆心里就特别着急 觉得只有有了孩子 两个人的心才是安稳在家里头的 所以婆婆就经常给王倩说 希望她赶紧加把劲 说到后来 王倩自己心里也有一些着急 毕竟一直不怀孩子 婆婆就一直要在自己耳边说到这个事情 所以王倩和赵明两个人一商量 打算开始积极备孕 但是在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却依旧没有传来怀孕的消息 这个时候 两个人就想着 是不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但是赵明却觉得 王倩提出的这个建议 简直就是荒谬之言 自己一个男人 怎么会怀不上孩子 所以王倩只好自己去医院做了检查 各个方面都做了检查之后 医生说都没有问题 所以王倩只好做了打算 让自己的丈夫来做一下检查 但是 又由于赵明总是在这个话题上十分的不愿意 王倩只好瞒着赵明 偷偷的去做了检查 最后发现 是赵明自己的问题 他一个男人 但是他的精子活跃度不够高 可以说就是不能让女人受孕 王倩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也没有打算把这个消息告诉赵明 毕竟 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接受这个消息 所以 王倩就一直瞒着这个消息 没有告诉赵明一家人 一个人 默默地承受下了 但是 由于两个人一直没有生孩子 婆婆就觉得 肯定是自己这个儿媳妇身体有问题 所以 婆婆对王倩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不好了 甚至在家里面 说王倩是一个不下蛋的母鸡 王倩自己心里面听的 也是十分的不乐意 毕竟 自己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原因 反倒是知道自己丈夫有了一些问题之后 还没有决定离婚 自己作为一个妻子和儿媳 已经做到了人之意尽 到后来 婆婆对王倩的态度就变得更加恶劣了 根本就不算是一个婆婆能够对儿媳说出来的那些话 但是 在婆婆的嘴里 却像是十分平常 王倩觉得 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 也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毕竟 一家人没有一个人 愿意接受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 甚至 自己的丈夫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面前 说过一句体贴的话 反倒觉得 就是自己的问题 一直生不了孩子 所以王倩到后来终于忍受不了这一个糟糕的家庭环境 最后决定跟赵明离婚 当初离婚的时候 王倩从家里把自己的行李收拾走的时候 就看到赵明一家人脸上的笑容止不住 其实 王倩走的时候 心里面也还是有一些难过的 毕竟 当初结婚的时候也是有着满满的期待 但是 看到赵明一家人那么高兴 看着自己走 王倩心里的那一丝失望 最后也消失了 等到王倩已经离婚两年之久 王倩自己也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 而且 也已经结了婚 现在跟自己这个丈夫生活得十分快乐 自己的新婆婆也是一个十分明事理的人 两个人也在结婚之后 感情越来越稳定的时候 怀上了一个孩子 这个时候 王倩也更加的坚定 自己当初做的离婚决定是正确的 毕竟 自己身体确实没有什么毛病 自己也是能够正常受孕的 现在自己的孩子也在一天天健康的成长 幸好 当初还是毅然决然的做了那个决定 王倩就这样 一天天过着自己的生活 却在某一天的晚上 闲来无事逛朋友圈的时候 看到了自己以前的婆婆发的朋友圈 抱孙子了 还好 现在这个儿媳妇争气 结婚没一段时间就给我生了大胖小子 以前那个儿媳妇可真的是一点本事都没有 王倩被前婆婆的朋友圈笑了一夜 但是 王倩自己心里却从来没有感觉到生气 反倒是知道了 前婆婆现在所说的那个孙子 肯定不是他们家真正的血脉 终于等到了早上的时候 王倩就在早上发消息 你儿子不育 我当初去医院给她做了检查 所以 你现在还是最好想一想 你那个儿媳有没有做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毕竟 她在你们家里过着日子 反倒背后还有一个出轨的男人 也不得不佩服她一句 王倩给前婆婆发完这条消息之后 就直接把她给拉黑了 后来 王倩在自己的朋友那里听说 赵明的家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团糟 赵明的母亲在家里每天歇斯底里的骂着儿媳 但是 人家那个儿媳却从来不觉得 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对 毕竟是赵明的母亲 天天在她耳边吆喝着让她生孩子 但是她自己的儿子却有着不孕不育这个病症 她只好在外面跟别的男人生了 所以 赵明的母亲也在家里哭喊 没有一丝办法 赵明也看着自己现在这个家庭变成了这个样子 反倒突然想起 自己以前跟王倩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 那种幸福的生活 那种每天回到家里 看到家里那个人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 就会觉得心里满满的都是爱意 根本不像是现在的生活 每天回到家里 面对的只有自己母亲和妻子无穷无尽的争吵 还有那个不是自己的孩子 在自己耳边一直哭闹 她根本想不明白 自己的生活究竟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 这些难过的事情 没有一件是没有她参与的 生活一直在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其实有的时候 孩子的到来是一种缘分的体现 有的时候 确实两个人积极备孕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孩子却一直迟迟没有怀上 可能不是因为两个人有什么身体的问题 只不过就是缘分没有到而已 但是有些婆婆 她们就根本不会理解 年轻人的这些想法 她们就觉得 怀个孕而已 怎么会有那么困难的事情 只要两个人心思是在一起的 生一个孩子 简直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 而且她们从来不会考虑 是自己儿子有什么问题 只是觉得肯定是儿媳 身上有什么毛病 其实结了婚之后 很多年轻人往往更喜欢两个人 在外面租房子住 都不愿意回去跟公婆住在一起 毕竟年纪大了的父母 她们的有一些想法 和年轻人的现在已经格格不入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